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妍 子季 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怎么哭了 没有没有 我眼睛不太舒服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学美术的 在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 总是要不断地去伸解 修改 把那些不满意的都去掉 留下来的都是想要表达的 这样才能完成一幅真正自己满意 还可以打动别人的作品 画画和生活其实有很多地方 道理是相同的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删解 修改掉那些不开心 留下来的都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生活当中的那些烦心事 千万不要占据你太多的空间 我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其实这些话也是我最近常常告诫自己 拿来安慰我自己的 你最近有不开心的事情吗 谁都会有不开心的事情 就比如我 我一直以为 我都是挺有才华的 在这个学校当中 也是年轻一辈当中的佼佼生 可直到最近我才发现 其实我对自己的认知和现实 还是有很大评差的 我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确实很有才华 也确实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呀 我最近听说周学姐要给你筹备开画展 这个就是对你实力最好的证明吗 开画展 他们要给我搬画展 无非就是我姐给了钱 他们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才可怜我罢了 不是这样的 周主编跟周学姐筹备给你开画展 的确是因为你的才华 因为现在画廊的策略 是想培养签约一批年轻的画家 你就是他们选中的人选 你别忘了 我最近一直在画廊工作 我想我应该最有发言权的 什么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可别忘了 魏子健可是大家公认的大才子 你的粉丝也有那么多 为什么要王子菲播呢 谢谢你 永远 每次遇到你 心情都会变好 所以 你也要记得开心起来 平时公泽进那么活蹦乱跳的 怎么会吃几个花生就过敏啊 网上说 对花生过敏的人 哪怕吃入极为微量的花生 也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而且花生过敏是食物过敏中 导致死亡人数最高的一种 郭月白到现在都没有过灰消息 你说公泽进会不会有事啊 你别自己吓自己了 都说祸害活千年 像公泽进那样的 肯定没事 是啊 过敏虽然严重 但只要抢救了及时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我 而且医院也没有让我一起去 你说 他会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 有缘 你是什么为人 顾叶白还不知道吗 他不会这么想的 对啊 也有可能他在忙 没看到吧 或者是怕你担心呢 快看是不是顾叶白 喂 子剑 刚才华人师姐又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给我搬画展的事情 这次我答应了 是吗 恭喜啊 谢谢 不过最大的功臣还是你 要不是你的那一番话 我也做不了这个决定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还想请你帮我忙 做我画展的策展人 你看可以吗 我 好 可是画展的策展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 不 又言 你是最适合的 上次你给伍玉柏做策展 我觉得就做得很好 而且很专业 再说了 我也想找一个 能够真正了解我的人 你是最适合的 好吧 怎么了 魏子剑她要开画展 想让我做她的策展 她也要开画展啊 那你答应了吗 我想 好 雨姬天天为了公泽静的事情闹心 还不如找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分散一下主意 这个我支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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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